歡迎收看手機遊戲My Survival 我的生存 我是納斯 好 那我們今天繼續遊玩這個我的生存 生存天數第20天 沒錯 好 上一集呢 我們把鑽石砲塔給製作出來了 我這一個地圖中的第一個鑽石砲塔 還剩三個砲塔要升級嘛 那我們的材料鐵釘要非常多 我記得好像還是需要一些金啦 我們現在的圍牆算是還夠啦 就是那個尖刺啊圍牆防禦力算是還防得住 所以目前不太需要擔心太多啦 只要我們的砲塔再持續升上去 然後圍牆再持續升上去 基本上就無敵了啦 差不多了啦 好 把這些東西稍微修理一下 我們就準備出門 繼續尋找我們的水晶喔 這一次呢 我們往下面走好了 看一下有沒有看得到水晶 一樣是要尋找水晶 我看一下木頭 木頭我們砍個兩棵樹好了 我看一下兩棵樹夠不夠 砍三棵好了 砍完三棵就不砍了 維持在七十幾個木頭八十幾個木頭左右 那如果有掉在額外蒐集就好 不然這樣會太花時間 鐵礦十六個挖一下好了 鐵礦有點少啦 到時候我們要強化我們的圍牆 也需要一些鐵礦跟銀礦 還有金礦之類的 甚至鑽石也需要 其實圍牆目前我覺得啦 應該是不用升到那麼高級 金制鑽制應該不需要 應該大概銀制就 應該就夠用了 因為到時候如果我們有挖到水晶的話 我們可以用浴和塔 就比較不用那麼怕 就那個圍牆的部分就不用升那麼高 因為圍牆最花那種礦物的材料 因為你圍牆要圍一大圈 可是砲塔你只要蓋四個 就夠了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啦 如果各位就是在選擇上面 如果你覺得想要蓋鑽石的圍牆的話 我是不建議啦 我建議蓋個浴和塔就夠了 因為你不用升到那麼高 而且他花的材料太多了 對啊 好我們合成台再蓋一個出來 然後我們再合成我們的 欸為什麼的 我剛剛角色自己在跑欸 自己在移動欸 好神奇喔 OK 目前沒有看到其他的 水晶哪 OK 這邊有水源 上面是銀礦 銀礦37個暫時不挖 鐵礦28個也不挖了 水晶最重要啊 沒半個水晶欸 是要幾天才會開始出現水晶啊 目前好像 就我的印象啦 就我的印象 我好像玩到現在 在這個紀錄中 沒有看到任何的水晶過 就我的印象 各位觀眾可以幫我回想一下嗎 我在這個地圖中有遇到過任何的水晶嗎 就不是這種礦物喔 它水晶的顏色跟長相比較特別 它就有點像是 它比較多那種 零零角角的感覺 不像這種石頭礦物這種 就是有點像山的感覺 好像真的沒有欸 不是吧 煤礦20個還算夠 我再看一下喔 我再走一下 我已經 我已經繞到半張地圖了 沒有半個水晶 真假的 欸欸不是這樣吧 等一下我順便砍一下機好了 快沒食物了 OKOK 砍一下豬 OKOK 好 扣一點血還好啦 鐵礦 不玩啦不玩啦 我們優先找那個 水晶比較重要 真的假的 沒有水晶喔 欸我找到上次我們的合成台了 有銀啊 銀還夠啊 好吧那我們準備回家吧 這一集也沒有水晶 非常的 殘念 運氣非常的差 我砍一下這隻松鼠好了 好 OK 好回家回家回家 好慘喔 而且這幾天 這幾集好像都沒有下雨欸 我的媽呀 太慘了吧 OK我先烤一下肉 食物快不夠了 好 OKOKOK 還有肉嗎 OK 欸全部烤完了 好快喔 我吃一下食物 喝一下水 然後再撈一下水 再丟進去 OK 好 再喝一下水 OK 再撈 我們的水快沒了 好這樣子 OK 好然後我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的鑽石還夠 我看一下能不能再升級 啊 我們右上角防禦力有點不足了 我看一下能不能升 啊可以 我先把這個升到鑽石 剩下的東西先丟進去 因為目前應該是不太需要用 好然後我看一下喔 現在有什麼事情要做的 我們可能需要 做一點 尖刺了 因為我們的尖刺可能不太夠了 我再做個 三個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 啊我們的電力不足欸 我們要再做第二個 電力塔 等一下喔 電力塔電力塔 這個需要 啊材料 不是材料啦 還算夠 電力塔我們先擺 這裡好了 OK 這樣我們電力算是夠了 剛剛是220 就是處於危急的狀態 然後我把尖刺先拿出來 今天晚上好像有點危急啊 修理一下修理一下 盡量不要被 盡量不要被他攻擊 OKOK 好很好 哇左邊好可怕喔 一堆老鼠 喔OKOK 好來不及放尖刺了 那算了 我們沿路放啦沿路放 等一下喔 這邊錢都撿一撿 這邊順便再放個尖刺 好拿一下錢 沒錢了吧 好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就在 欸等一下這邊還有 好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就 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好那 今天這集做了什麼 又升級了一個 鑽石砲塔 然後還是沒有找到水晶 嘖 我推測水晶是不是 第30天才會出現啊 因為其實我手機上面的紀錄 很久沒有碰了 手機上面的紀錄 自從60幾天 後來我去打野人 打失敗 死亡紀錄不見 不是紀錄不見啊 紀錄被刪除之後 我就沒有 就很少在玩很久了 對啊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持續有在玩的話 你幫我 欸 不是你啊 就是各位觀眾如果有 認真發現說 是第幾天才會出現 比較容易出現水晶的話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對 這我倒是不在 沒有詳細去研究 或者是紀錄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集的影片 今天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或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 跟你的朋友搜尋我們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的話 就更多人繼續做好 喜歡按的訂閱 按下訂閱 幫我按小鈴鐺 在我們四場喜歡影片 我是開直播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唷 那我們下一期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